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商业论坛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很多朋友在遗产规划当中最纠结的问题是 究竟是该立遗嘱还是见信托呢 在继承的问题上 加州的法律规定 与我们华人的传统观点就有很大的不同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加州的财产继承法律 我们今天专门请到了杰氏律师事务所的李静新律师 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关遗嘱与信托的法律知识 李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李律师想请问一下您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遗嘱还是有些了解的 但是您能再详细地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是遗嘱吗 以及中美法律在遗嘱这个规定上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简单来说遗嘱是一种法律文件 用来表达自己如何处理身后事的想法 比如说财产如何分配 债务如何处理 丧葬问题 子女监护权 抚养权等等问题 一般遗嘱会涉及到以下几方面 几个方面的人物 比方说遗嘱的设立人 遗嘱的执行人 财产受益人等 其实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 中国美国 当然我们这里指的美国 指的更多的是加州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有50个州 算上联邦 美国50个州有51个法律系统 所以我们一般说 美国的时候指的是加州 当然了因为我们生活在加州 所以我一般说美国的时候特指的加州 那么中国和美国没有太大的区别 两者最大的区别 或者说加州在遗嘱规定上的特别之处 是在于遗嘱的执行程序 在国内 只要这个遗嘱继承过程中不存在争议 法院几乎是不参与到这个遗嘱继承程序里的 但是在加州遗嘱的执行就需要进行遗嘱认证 这个法院会参与其中 或者说在加州在遗嘱的规定上 还有什么特殊之处需要我们大家特别注意的呢 这个遗嘱认证实际上是一种司法程序 这个遗嘱认证法院负责监管这个遗嘱 这个遗产的分配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主要是确保这个财产的受益人 以及债权的权益不受到损害 如果被继承人留有遗嘱的话 那么这个遗嘱对于财产的分配 我们通常会要得到尊重和执行的 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 那么法院就会根据这个法律中 关于法定继承的条款 确保这个财产能够按顺序继承 那么我们一般管这种专门处理遗嘱的法院 叫做遗嘱认证法院 我想请问一下您 遗嘱认证的程序是确保被继承的遗嘱 可以正确的执行 它可以保护各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那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妥的 李律师是这样的吗 这个遗嘱认证制度在设计上是很好 它确实保护了各方的利益 但是这个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 它产生了几个负面的影响 其中一个最主要有以下四个主要影响 第一个就是费钱 这个加州法律允许律师收 如果你进入遗嘱认证程序了之后 加州法律允许律师是按照你遗产的总价值 进行收取律师费的 而不是净价值 那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你房子 现在的市场价值是100万 但是呢你有60万贷款 律师收费呢不是按照40万去收费 律师是按照100万进行收费的 这个比例呢也有一定的比例 法律也规定了比例 通常来说如果价值100万的房子 我们知道加州的房子价值很高 假设100万价值的房子 如果你要去遗嘱法院的话 律师理论上按照法律 可以收到2万多块钱的律师费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费时 其实通常来说啊这个遗嘱认证 在法院的时间会很长 我们知道加州人多案子多 法院资源有限 在处理的过程中呢就需要 不同的开庭提交文件 那么一般的程序可能会 持续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受益人 是没有法拿到任何遗产的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公开 我们知道这个一旦案子进入法院之后 任何跟案子有关的文件情况 甚至是极其隐私的家庭状况 财务情况都是成为社会 这叫公共信息 那么任何人都是可以查询的 除非你有特殊理由 可以要求法院封闭这个案件 否则的话你的任何信息 其他人都是可以查到的 那么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多次遗嘱认证 如果你是遗嘱的情况下 那么你在加州进行认证 假设你在其他州也有房产的话 那么你要同步在其他州 也要再开一个遗嘱认证的程序 那么这种就相当于 你要再付额外的钱 支付额外的时间 如果没有写遗嘱的情况之下 要如何处理遗产呢 当然了我们很多情况下也知道 有的被继承人可能过世的情况 比较匆忙 比方说接线的疫情 我们知道可能突发事件 那么人可能就没有了 那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没有遗嘱 没有遗嘱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会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遗产 这个法定继承顾名思义 就是指法律直接规定了 这个继承的顺序 然后就按照这个顺序来继承这个财产 通常来说我们 我们在中国 我们知道规定的比较简单一点 通常中国的继承法 就规定了两个顺序 第一个顺序就是配偶父母子女 第二个顺序就是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 中国法律规定简单 没有规定每个人的份额 通常来说 如果是第一顺序的人 他们是按均等分配 那么加州的法律规定 就比较复杂 他首先会按照这个财产的性质 那么如果说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那么除了配偶应当拿的一半以外 剩下的一半也给配偶 如果是准夫妻财产 那么参照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执行 只有个人财产的部分 那么他才规定说 会根据你过世之后 在世的这个亲属人数来确定 比方说如果什么人都没有了 只有一个配偶 那不用想 个人财产完全给配偶 那么假设说 他有兄弟姐妹 有父母 或者是有一个子女 那么一般情况下是 配偶和其他人是50% 那么如果说他有两个级以上的子女的话 那么配偶拿三分之一 其他子女拿三分之二 所以这加州法律规定的很细 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没有的情况下 那么最后最后 在这个类似的最后的排位 是政府 就是理论上政府是可以把 没有遗嘱的遗产 拿到政府手里进行继承的 刚才您也谈到了 说这个遗嘱认证程序 有一些弊端 既然有这些弊端的法 既然有这样的弊端的话 法律上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吗 这个遗嘱认证程序 法律主要规定的是 只有需要进入遗嘱法院认证的这些遗产 这个就是说这个财产的性质 法律规定是必须要进入遗嘱法院的 那么这个财产就要进入遗嘱法院 那么我们从这一点来从反推 我们如果把一个财产 让它不属于这个范畴 那么是不是就不需要进入遗嘱法院 就不需要遗嘱法院的参与了 所以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保险 我们一般人在购买保险的时候 是不是在保险的购买的时候 我们会指令一个受益人 那么这个时候保险支付的这个保险金 就不属于这个进入遗嘱法院认证的 这个财产性质 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进入遗嘱法院 那么基于这样 通常我们为了避免遗嘱认证程序 我们一般会让大家写一个信托 然后把自己的财产呢 转移到信托里面 然后在信托的里面 我们约定了它的受益人 这样的话放到信托里的财产 就不再需要进行遗嘱法院进行认证了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规避这个遗嘱认证程序 现在有很多朋友 在遗产规划当中最纠结的问题就是 究竟是该立遗嘱还是建信托呢 李律师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是信托呢 而且应该怎么选择 信托呀 其实跟遗嘱是一样的 它也只不过是一种法律文件 在目的上呢 它也跟遗嘱是很相似 也它也是用来规定如何处理身后事的 那么在形式上 条款上和约定上 当然了它有它的特点 它有的不同之处 但是整体上来说 信托具有更大的弹性 信托更像是一种合同 它可以约定的很细 在这份合同中 信托合同中 我们常见的有信托的设立人 受托人和受益人 那么就相当于遗嘱中的遗嘱设立人 遗嘱的执行人和遗嘱的受益人 基本上他们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法律上 我们给信托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受托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 而管理分配 信托设立人转移的这些财产 那么这就是一种信托 那么其实我们正常 我们正常人 一般老百姓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不要将遗嘱和信托 我们把遗嘱和信托 就理解为不同名字的法律文件 那么如果我这个文件叫遗嘱 那么它就要进遗嘱法院 如果我把这个文件做成信托 那么这个财产就不需要进入遗嘱认证法院 那么它可以实现你更多的目的 所以呢我们建议一般客户选择信托 而不要去 当然了这个在法律上 它有很细微的分别 但是作为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说 那么只要能实现你的愿望 实现你把自己的财产进行传承 那么你甭管它叫什么名字 律师会根据你的要求 把它做得跟你的想法一致 谢谢李律师的介绍 还想请问一下您 信托文件设立之后 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吗 信托跟遗嘱最大的一个差别 可能就在于这个 就是信托文件设立以后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财产放到信托里 你可以把信托理解为 你在银行开了一个银行账户 一个银行户头 对吧 你这个银行户头开了之后 你是不是要往里头存钱 你只有存钱之后 你才能花你的钱 那么信托就是这样 你必须要把自己的财产放到信托里 通常来说我们建议有房产的客户 设立信托 那么信托文件设立以后 我们会给这个设立人 做一份财产转让协议 把你的信托文件 把你的房产转移给你的信托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只不过是原来的房产的名字 是你个人的名字 那么现在的房产的名字 就变成也是你个人的名字 不过在你名字的后面 还加了一句 受托什么信托的受托人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房子就放进来了 如果你要想放其他的财产 比方说你想把你的这个人寿保险的 受益人变成信托 也是可以的 你只要给房产公司写封信 说我现在已经设立信托了 我现在要把这个人寿保险的受益人 变成这个信托 那么房产公司也会跟进的要求进行变更 那么我们一般会根据这个财产的属性 来建议客户进行不同的操作 那么有的时候 比方说银行现金 我们一般不建议客户放到信托文件里 因为会很麻烦银行通常也在实物中银行 不愿意把现金放在一个信托的名下 因为它会名字会显示的很长 签字也不方便 通常呢 如果对于现金的财产 银行的存款 我们要求建议客户呢 去银行办一个TOD 这叫做Transfer on Death 也就是死亡的时候进行转移 有点类似于这个 我们的人寿保险的受益人 那么当死产人发生时 受益人只要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明 死亡证明就可以把银行账户里 这个现金转出来 李律师还想请问一下你 设立信托之后 需要对信托进行日常的管理和维护吗 对 这也是一般这个 我们在客户在做信托文件的时候 比较常问的一个问题 对于可撤销信托来说 几乎是不需要管理和维护的 因为它对你的日常生活 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比方说你交房产 去交房产税啊 你去交还贷款啊 根本就不会体现信托的名字 就是你自己 甚至你报税的时候 也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报税 但是对于不可撤销信托 那么可能就会 需要进行维护管理 因为不可撤销的信托 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 我们可以叫到 在法律上 我们把它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人吧 那么他就需要每年进行报税 有甚至可能会计是要进行 一个单独的会计报告 所以他这个比较麻烦 当然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 是不需要设立这个不可撤销信托的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信托一定要保存好 可不能弄丢了 而且要易于让受托人 或者这个受益人取得到 比方说有的客户说 把信托文件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 如果保险柜只有你自己一个人能取的话 那么当人过世了以后 其他人是拿不到这个信托文件的 没有信托文件就没法按照信托文件 进行管理这个信托财产 那么你就需要去遗嘱法院 去指定财产管理人 然后拿着遗嘱法院的指定书 然后再去银行打开保险柜 拿出这份信托那会很麻烦 所以这块一定要注意 还有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买卖 原则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呢 你可能会需要存在一个 把房子拿出信托进行卖出 然后再把新买的房子 再放到信托里这个程序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 直接以信托的名买和卖 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我们大家主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你买房子的时候 尤其是在跟美国人 美国老人买房子的时候 他们一般签出来的那个D的 上面的卖房人 通常都是信托卖给你的 而不是他们本人卖给你的 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 可能就是说这个十年二十年之后 可能会根据新的法律 或者是你们新的情况 把这个信托进行一下维护 或者是变更找律师做 如果一般情况下 如果只是简单的维护呢 通常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费用 谢谢律师的介绍 瑟利信托的文件 除了财产的传承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吗 目前为止呢 有一些特殊的好处 比方说我们可以知道的 就是这个白卡 加州白卡 按照目前政府的规定 如果说你使用了白卡 政府也为你支付了这个 钱去给这个 照顾你的医疗支出 或者是健康保 健康这个照顾费用 那么政府是可以 从你的遗产中去追缴 追偿的 但是如果说你的财产 没有进入遗嘱认证 不进入遗嘱法院的话 那么加州政府是 无权去追偿的 那么这是现行有效的法律 是这么规定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房子 放到信托里 加州政府就不能去 开卖你的房子 把它曾经给你花的钱拿回来 那么这就是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的 一个好处对吧 第二个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信托文件 对特殊群体进行保护 当然了可能一般家庭不常见 咱假设一个家庭里面有 未成年子女 或者是已成年子女 但是他有身体缺陷 或者他有一些不良嗜好 比方说吸毒 赌博 那么您想想 如果你把你的巨额财产 传承给了他们 他们可能没有能力 管理自己的财产 或者是说他们 会胡乱消费自己的财产 那么对他的一生的保护 是不利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信托 然后对他的这个人生 进行整体的规划 就说这个钱我不给你 那么在你的一生当中 受托人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求 比方说你的健康需求 你的医疗需求 你的学业需求 或者是你其他的任何需求 只要受托人认为合适 那么他就可以给你一笔钱 说是说这笔钱不给你 直接给第三方 比方说给学校 给医院 这样的话 可以保证你的一生无忧 至少你可以健健康康 安全地活着 那么这是信托文件 比较两个比较好的益处 那你刚才谈到了信 刚才你也谈到了信托的益处 还想请问一下 你信托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呢 当然了 只要是法律文件 肯定就有它的不足之处 那么第一个就是信托 不可以永远存在 法律规定了 它最法律规定了 它最长的存续时间 超过这个时间之后 这个信托就会被认定为无效 所以呢 这个它不可以永远存在 这个关于这个最长时效的 法律规定的比较复杂 简单来说 一般人可以理解为 你的一辈子 外加上21年 所以说大家可以理解为 这就是它的最长 可以存在的时间 当然是最简单的 通常来说可以设计的更长一点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就不提了 不说了 第二个就是信托只能处理信托财产 这跟遗嘱是有最大不同的 是不同的 遗嘱是你只要死亡发生时 所有在你名下的财产 或应当归于你的财产 都属于遗嘱处理的范围 但是信托不是 信托要求 只有放入信托的财产 才可以受信托文件的保护 所以这是为什么 通常我们在给客户 做一份信托文件的时候 还会给客户做一份 这叫兜底性的遗嘱 也就是说任何没有放在信托文件 或者我的兄弟姐妹去照顾 那么呢 你就需要把这一句 你的要求写在遗嘱里 而不能写在信托里 嗯 好 今天非常的感谢 接受律师事务所Jason Lee 李静心律师为我们介绍 遗嘱与信托的法律知识 在节目结束之前 李律师还有什么想要提醒 广大的网友呢 我觉得这个信托啊 无论是信托也好 还是遗嘱也好 他就向你买一份保险 不是说我明天就要用的 是为了保证 当他需要的时候 你有一份 所以呢 尤其是现在在疫情期间 我们见过了太多的 这个生老病死 那么有很多人 真的是没有信托文件 而把自己的财产 可能放在那里 不知道怎么继承 然后花费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尽早 为自己的深厚事进行考虑 既是对自己负责任 也是对你的家人负责任 嗯 好 谢谢李律师的介绍啊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今天就去myturn.ca.gov预约 by bwd6